大家好,我是Stan 2023年只剩下不到10天 马上就2024年了 大家今年过得都很充实吗? 不是就算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 2024年即将面临七年魔咒 以及续约期间的六组爱豆组合 被韩网成为代表三代的女团TribbleJone 去年夏天Twice宣布了全员续约 今年Blackpink也宣布了团体约的消息 但是2014年出道的Red Velvet 只有成员Silly在今年8月发表了与SM续约的消息 所以在最近的正规三级Cheeky发行之前 就有很多人担心会不会是最后一张专辑 虽然搜索公司马上否认了 但粉丝们还是感到不安 所以希望能早日听到成员们的续约消息 明年能继续看到Red Velvet的完全听舞台 2017年1月13号出道 最近以OOTD回归的Dreamcatcher 明年将迎接七年魔咒 但是去年11月 七位成员全员与缩属公司续约成功了 为了全力支援Dreamcatcher 将公司名字都换成Dreamcatcher Campo你的缩属公司 2021年迎接了首次续约期间的妈妈母 当时成员许颖和拉比设立的所属公司签订了专属合约 与原所属公司RBW只签订了团体活动的合约到2023年12月 而成员华萨经验与RBW合约到期后 与赛伊的所属公司签订了专属合约 成员苏拉姆比尔两个人的合约则是到2024年6月 希望2024年也能继续看到 妈妈母完全体撕掉舞台的样子 2017年8月正式出道的混声团体卡德 明年也将面临续约期间 但是四位成员全员在2020年与所属公司DSP续约成功了 希望2024年卡德在韩国的人气也能像海外一样越来越高 2017年8月8号 由IOI出身的Yujang-Toyuan所属 出道前就获得很高关注的女团Wikimiki 2024年也将面临七年魔咒 但是因为Wikimiki在2021年11月发表新曲Siesta之后 已经有两年多的空白期 而且所属公司也有Hello Venus的前列 所以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心 希望明年能继续看到Wikimiki的完全体舞台 今年11月以Wikimiki回归 创下出道以来最好成绩的Toyuan 明年也将面临续约期间 不过很多韩国粉丝们表示 在最近举行的Toyuan演唱会上 成员们对未来计划都说出了非常正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都坚信 Toyuan一定全员都会续约 真的希望是这样